1972年2月21日,四川省人民无不陷入北同之中,这一天上任四川省委书记不到一年的开国中将张国华去世了,这一噩耗很快也传回了北京。毛主席得知此事后,波金恶腕叹息道,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 而周总理也十分难过,随即将张国华的骨灰接回北京,并送往八宝山公墓安葬。张国华去世后,四川省委书记的空缺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,毕竟四川是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省,想要治理好并非易事。 最终,毛主席和周总理经过一个月的讨论才敲定了最终人选,而此人同样是一名开国中将。 那么,张国华的去世为何会让中央领导人如此惋惜?他到底做出过怎样的贡献?接替他的职务的又是谁呢?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,既方便浏览往期视频,又可以接受到最新的视频分享。 在解放战争中,张国华便利下过不朽的功勋。 1946年,张国华担任御晚苏军区司令员,此后他不断扩充兵力,发展生产。 两年内,军区解放军人数便有1.4万,发展到7.7万,并且在三省交界处建立大片解放区。 御晚苏军区的存在使得中原形势趋于稳定。 在流动大军打响中原战役时,张国华也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。 在他的协助下,第二、第三野战军顺利会师,并且最终顺利拿下了淮海战役的胜利。 解放战争时期,张国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因此新中国成立后,毛主席又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。 当时,全国大片土地已经悉数得到解放,可西藏地区仍然受到毛主席的关注。 毛主席明白,西藏虽然地广人稀,但对于我国边疆,战略意义十分重要。 1950年初,他便高占援助地指出,要想解决西藏问题,不出兵是不行的。 就这样,解放西藏的任务交到了时任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肩上。 然而就在此时,张国华却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。 原来,他不到十岁的爱女,因肺炎不幸去世。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经历,让一贯以硬汉著称的张国华,也不免陷入消腿。 不过,张国华还是强忍悲痛,第一时间赶往指挥部进行战斗部署。 3月18日开始,张国华便带领着十八军从滇西北出发。 途中,他们一边与敌军势力周旋,一边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。 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名号,由此传遍了西藏。 经过数月的对峙,张国华认为,要想解放全西藏,必须打出一个漂亮的胜仗。 随后,他便亲自指挥了昌都战役,并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。 由此,禁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,就连刘少奇都称赞。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。 经过谈判,1951年10月,张国华终于完成了对毛主席将五星红旗插上世界污集的承诺。 4年2月,西藏军区正式成立,而张国华已担任了军区司令员一职。 由于张国华的出色表现,1955年的解放军受限仪式上,他获得了泰国中将军衔。 此后十来年内,张国华便一直乍根西藏,支援西藏建设。 不仅如此,他还在1962年率军赢得了中印边境反西自卫战的胜利。 虽然高原反印,险军地形都给战斗平添了诸多难题, 但在张国华的巧妙指挥下,解放军还是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。 边境安全也得到了充分保障。 张国华也被称为喜马拉雅战神。 不过,从1967年开始,常年驻扎边疆的张国华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考虑到他的健康隐患,周总理决定将他从西藏调往天府之国四川。 此后四年内,张国华历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, 四川省各委会主任,以及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。 在四川期间,他同样勤勤恳恳,为当地人民做出了不少贡献。 然而1972年2月20日,张国华正在主持省委会议时,却突然倒在了地上。 听到消息后,周总理十分关切,还派出中央医疗小组赶往成都, 要求竭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。 不过,张国华积劳长几多年,最终没能挽留住他。 2月21日便于是长辞,享年58岁。 张国华的离去令无数人感到惋惜,毛主席感叹,无法再见他一面。 而周总理以仰含热烈说道,中央正要用他时,他却就这么走了。 后来周总理又亲自赶往几场,接回了张国华的骨灰,并在百忙之中抽空安排了他的追悼会。 当然就在张国华的身后室告一段落后,四川省委书记的人选问题又接踵而至。 在和毛主席的讨论中,周总理提到了销定人选的困难所在。 四川省是一个人口大省,而且位于祖国西南的中心区域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 理应派出将军级别的人务管理,但在开国将领中,有过省委书记经验者并不多见。 随后,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默。 半晌后,两人才抬起头来,相视一笑,一个人的名字不约而同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。 1972年3月初,周总理准备前往越南访问,途中他特意选择在广州转机, 也由此见到了心中的第一人选,刘新元。 当时,刘新元正担任广东省委书记,见到周总理突然赶来,他有一些喜出望外。 随后,周总理告诉刘新元,张国华不幸去世,四川省委书记的职位空了出来,希望他能前去集体。 没想到,一听这话,刘新元反倒有些迟除,毕竟四川省委书记的担子很重,他也担心自己能否胜任。 然而周总理却告诉他,自己已经和毛主席商议过,只要刘新元同意,等待毛主席书面批准后,便可以前去上任。 不难看出,周总理对刘新元相当认可。 那么周总理到底为何如此信任刘新元呢? 我们不妨从他的经历开始说起。 1908年,刘新元出生于山东省举南县,虽是农村家庭出身,但刘新元的父母勤劳能干,家庭条件在当地尚渴,所以刘新元自幼便接受了私塾教育,还曾进入当地小学学习。 同年的经历使得爱读书的好习惯,陪伴了刘新元的一生。 不过,当时的中华大帝十分动荡,刘新元平静的生活也很快便打破,重压之下,他不得不选择辍学。 于是1925年,辗转前往青岛的一家纺织厂工作,国家动荡,军阀割据。 中国的现状令刘新元忧心忡忡,在压抑的环境下工作三年以后,他不禁感叹道,自己身为一名热血青年,理应建功立业,报效国家,而非待在纺织厂里,惶惶不可终日。 一番思索以后,他痛下决定,辞取了工作,并选择前往冯玉巷的兵团中当兵。 不久后,又被调往直取军阀,孙船方部的四十七旅,担任文书一职。 可见,在参军入伍的早期,刘新元并非我军的一员,而他加入红军的经历,已是非常直接。 1931年4月,蒋介石纠集20万大军,向我党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。 作为孙船方部队的一员,刘新元也加入了这次战斗。 这是刘新元第一次与红军打交道,他发现在中央苏区百姓人人安居乐业,与国统区一片混乱萧条的形象截然不同。 此前,刘新元已经对国军内部腐败横生的状况大为不满,在看到鲜明的对比后,更是产生了加入红军的念头。 下后,孙船方的47旅很快被红军打得丢盔卸下。 刘新元由此成为了俘虏的一员,不久后他便弃暗投名,宣誓加入了红军队伍。 此后,刘新元历任第四议院政治部秘书、组织科科长以及总务处处长等职位。 虽然很少参加前线作战,但他的协调能力帮助红军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。 刘新元的接触表现使得他在军队中声名雀气,不过他参军入伍,本打算上阵杀敌却总是在后方工作,所以心中也不免有些遗憾。 直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才迎来了展现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。 当时日军浩浩荡荡袭来,兵力和装备都远超我军。 然而刘新元却主动请英,要求上前线抗日。 在他的申请下,组织将他调往八路军1150工作,并任命其为工兵营政治委员。 自此,刘新元开始自己的政委生涯。 不结后,刘新元便因一件小事获得了铁嘴证位的称号。 原来当时刘新元身边藏有一名通信员,除了完成工作外,他还经常给报社投稿。 一天他小心翼翼地向刘新元提出,是否能够给投稿作者发点稿费。 这名通信员本以为刘新元文质彬彬,不会刁难他。 没想到,一听这话,刘新元怒不可遏,当即召开紧急会议。 当着1150工兵营众人的面,痛斥那名通信员,并说道, 这位通信员想要搞飞,现在我倒很好奇,我们的士兵出生入死,在战场上和日寇拼杀,要不要给他们子弹飞呢? 刘新元置地游升的提问,使得在场众人面面相许。 从此以后,那名通信员再也不敢提稿费的事,反倒是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前线上。 而在这次会议后,刘新元也获得了铁嘴正位的称号。 就这样,凭借着雷厉风行的性格,刘新元在抗制战争中颇有见书。 1938年前后,他率部拿下了奋离公路三战三节和同普路破席战。 1940年,他接任教导第五旅政治部主任,并在鲁南地区建设抗日革命根据地。 期间,他还先后参加鱼城战斗和零仪战役,累计歼监底6000余人,为胎儿庄大节奠定了坚持的基础。 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表现,使得刘新元名声打造。 在解放战争中,他又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政委,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政委等职,并在四平保卫战、平津战役等著名战役中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可以说,刘新元靠着一张铁嘴将军中事务梳理得井井有条,在他的保障下,士兵可以毫无顾虑地上阵杀敌。 东北野战军也正是在此期间打出了赫赫威名。 1955年,刘新元获得了开国中将军衔,并被调往广东工作,担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。 几年后,他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。 当上省委书记后,刘新元还是延续自己铁嘴的性格,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。 但也正因如此,在他的官吏下,广东作为当时人口数一数二的大省获得了飞速发展。 中央还多次对广东政府进行表彰,足夹对刘新元的认可。 当然,在铁嘴之余,刘新元也有温情的一面。 1969年,他奉命负责一批老干部的潜散工作,为了让这些老干部得以安详晚年。 他忙里忙外,衣食住行都一一过问,甚至还委托军区帮他们采购所需药品。 在他的妥善安排下,这些老干部都过上了平静的退休生活。 多年后,他们仍旧对刘新元的帮助心怀感激。 刘新元恩威病失,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,周总理一贯有所耳闻。 于是,在张国华去世后,他便想到了刘新元。 1972年3月底,刘新元便接过中央的任命,前往四川担任省委书记一职。 在此后几年间,他果然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厚望。 从基层调研,到经济统筹,再到农业发展。 刘新元在张国华打下的基础上,将四川建设的愈发繁荣。 1975年,秦机委被调往北京后,刘新元又接过了成都军区司令员一职。 从此,党政军一把抓,身受当地百姓的矮戴。 纵观四川省的两任省委书记,张国华和刘新元,他们都是开国中将, 都在战场上立下过赫赫功勋。 虽然张国华英年早逝,但无论如何,他们都是新中国的英雄人物, 为国家,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,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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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赏